我可以在這邊跟大家講應該不會有太多的疑慮 就第六隊大概就應該是只有一個企業 也就是只有台岡集團會來簽這個意象書 大概是這樣子 上一次新春團拜也跟各位媒體朋友做報告 說會長期盼在2月底之前有一個結論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講結論 兩個公司我們都有做聯繫 那中華電信這個謝董事長主要表示 他們要經營一個棒球跟支持棒球 這是兩件事情 那對中華電信目前的管理人才而言 他們不認為他們有能力去管理一個棒球隊 所以他們認為如果要在這個階段立刻要來投遞意象書 他們認為他們是有困難的 也因為這樣所以他們今年不會來籌組所謂的棒球隊 台岡這個謝會長我想大家也都上一次我也跟大家報告過 謝會長他們其實很有意願 所以這段時間我們跟台岡集團來做相關的聯繫溝通 那台岡集團在3月2號下個禮拜三下午他們會到聯盟來簽這個意象書 那實程的規劃上3月簽意象書4月就會把經營計畫書在4月份應該就可以送過來 那5月之前我們聯盟5月就把那個常務理事會來召開 然後來審查第6隊的加盟事宜 所以大概目前的規劃這樣 那只要在5月完成大概接下來的7月的這個季中選秀 就按照原先聯盟的這個加盟的這些相關條件跟規劃就這樣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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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做 所以大概讓大家了解 正式還是要等到5月的常務理事會 這是正式 最終的決定我不能替5個球團來回答 但是我私下跟5個球團有溝通過 針對第6隊加盟的這些相關大家的看法 那基本上我得到答案都是正向的 也就是說5個球團基本上都很希望今年可以有這個第6的企業 可以加入成為中華職棒的第6隊 所以基本上我會比較覺得樂觀 因為初步5個球團都表示歡迎 落實我自己的承諾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就是怎麼樣我說話算話說到做到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所以我第一個階段的壓力在這裡 我講過要把職棒的餅做大 要做大要怎麼做大數字會說話 那所以去年的最大壓力是那個疫情 那個疫情會讓我的說要把職棒的餅做大這件事情會有點挑戰 但是這個會長就是要把第6隊找過來 那我今天這個完成 但是責任剛開始就是說大家知道要第6隊他能夠要籌組 然後到二軍成立 上二軍比賽到一軍的比賽 其實這還是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對聯盟而言希望六隊是實力比較接近 不能六隊有落差 大家都知道這樣對棒球運動整體的發展才有幫忙 這樣也比較符合聯盟整體的利益 那球迷也比較喜歡這樣子 所以要怎麼讓第六隊快速迎頭趕上 這個其實也是形成聯盟另外一個壓力 上個禮拜高雄市城市長也邀請了我跟社會長到高雄市政府 那城市長主要表達 因為他看就是說他知道我們這個第六隊目前的這個情形 所以他希望第六隊 再一次爭取第六隊一定要落腳在高雄 那縣會長當場也允諾那個陳市長說台鋼機場本來就南部的企業 那所以他一定會把這個主場就選在這個陳清福的這個棒球場 那對聯盟而言我也跟陳市長表達 我想縣市首長支持棒球 而且用具體行動來支持這個是聯盟很肯定的 那所以我們謝謝這個真喜歡棒球的市長 所以他用具體行動來支持 那同時這個對聯盟而言 南部的市場像高雄、屏東沒有一個主場的球隊 這個對聯盟在球米的經營上面也不是完整 所以我們也很樂見這個台鋼集團選擇了這個高雄陳清福作為他們的主場 來經營這個高頻的這些球米朋友 然後也讓高雄的球米朋友有一點歸屬感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好事 所以也跟大家補充 所以他們的第六隊不但確定 而且他們也會選擇高雄作為主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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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